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子學堂 基金全球都知報 我是主持人廖大偉 在我左邊 是我們的基金投資專家 林陳穎 陳義兄 大家好 陳義兄 我發現最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是 成熟國家的基金就是債券基金 尤其是越大型的都在漲 結果新興國家的債券基金都在跌 到底是怎麼回事 能不能請陳義兄幫我們解釋一下 是的 我們看一下這邊 投資人避險的意識的話 有拉高 剛剛大夥提到這個現象 這是根據法人所觀察的一個數據 那麼投資人從新市場的話 新市場債裡面測了23億的資金出來 這是一個很高的紀錄 那在錢跑哪裡去呢 我們看美國長天期的公債 就轉了23億 短天期也轉了20億美金進去了 企業債的話也失血20億 各位這其實就非常的清楚 投資人在固定收益裡面的話 這些人還是屬於相對保守的 但是他把波動比較大的 比如說新興債 然後跟這個 那麼企業債的部分呢 他把它轉到美國長天期的 跟短天期的政府債裡面去了 我們看一下基金 它的一個走勢和變化 好 那麼這是今年以來 哇 這些成熟國家的大債 全部都漲起來 對 我們看一下它前面 這邊呢包括像是什麼 國地債啦 政府債啦 那麼環球債 那麼全球債 這些東西呢 符合收益債 這個基金可以長這樣不得了 對 當然大家 千萬你不要把這裡的收益 把它比如說1.8x12 覺得一年有十幾% 這裡是比較特殊的現象 我想在去年底的時候呢 那麼因為大家覺得 美國升息的關係 對於政府債 或者是所謂的公債 都相對的比較保守一點 那麼現在的話我們發現說 資金因為他擔心 股票也不敢買 原物料也不敢買 擺現金又不甘願 所以最後呢 跑到債券裡面的政府債 這叫做幣線 對 那接著呢 是下一頁 我們看到大偉剛剛所提到的 在新上債的部分的話呢 全部都跌 跌好多啊 今年以來都是一個 付報酬的情形 當然我也要提醒大家 那有的朋友呢 你在投資的時候 你覺得它是配息 那麼所以你有拿到息 你就沒有去追蹤它的禁止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是不是呢 你的禁止啊 有出現縮水的情形 那當然縮水 航行在回是暫所難免的 那未來彈上來的時候 能不能跟著彈上來呢 這就牽涉到這檔基金 它的這個收益 跟它佈局的一個變化了 好 我相信呢 大家看完一定覺得 欸 蠻有趣的 那未來請大家密切注意 成熟國家債 以及新興市場債的變化 這個會影響未來的投資方向 也請繼續追蹤本節目 本期就為大家介紹 介紹到這邊 下期再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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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